本视频介绍USBPPI编程键缆的使用方法 连接编程键缆,连接PRC,给PRC通上工作电源 打开编程软件 首先设置接口 在这里我们选择PCPPI 如果这里没有这个选项,可以点击选择 在这里可以添加你所需要的通讯路径 确定 已经安装成功 关闭 首先我们点击一下PCPPI 属性 在PPI选项卡里面,我们可以用默认的参数,不用修改 这里的高级PPI多主战网络 请不要勾选 本地连接 这里我们选择COM2 这里的端口必须和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端口一致 确定 我们点通信 这里的搜索所有波特律可以勾选 然后就是双击刷新 新闻子200CM的GLC支持三种波特律 其中 187.5K波特律 本店栏不支持 已经搜索完成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GLC的型号 部分操作系统 这里可能无法搜索出正确的PLC型号 不过不影响使用 在这里 显示的2 表示我们即将连接的PLC地址 如果这里没有显示 那么我们在这个已经刷新出的PLC上面 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这里输入GLC2 确认 我们首先上载试一下 这里的程序块 数据块 系统块 可以全部选中 上载 程序已经读出 监控看一下 在通讯的时候 指示灯会闪烁 这时候不能插挖电缆 否则容易损坏档口 关闭监控 关闭软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